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临修的时间 保罗为哥洛西教会的信徒 能明白神的旨意 活在神的旨意中祷告 为他们行身为人 能与蒙照的恩相称 能对得起主 向神祈求 又为他们能满足 主用宝血 把他们买来的墓地 在一些善事上多结果子 仰望神 并为他们不满足于属灵现状 而是愿意继续成长祷告 保罗把他的祷告写在 哥洛西书第一章九到十四节 愿我们更多的从保罗的祷告 模式跟内容上得到启发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灵里永不满足 我们思想 灵里永不满足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 在旧约真言 二三章十五到二十六节 真言二三章十五到二十六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向高处行 当我全心都高不停 求主令我向高处行 求主祖方式无坚定 平行站在书边热静 我心向我更高之地 救主令我向高处行 世上充满一律空腹 被我所愿 常去之处 别人或愿 世间久聚 当我祈求更高之地 虽然我会安静 我愿离开舒适生活 平行都温 快乐成你 也像神父所尝试的 救主主我 是我坚定 平行站在书边热静 我心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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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之地 救主化 救主野我 救主野我 相向我 真言第二十三章 十五到二十六节 我儿 你心若存智慧 我的心也甚欢喜 你的嘴若说正直话 我的心肠也必快乐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 我儿 你当听 当存智慧 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好饮酒的 好吃肉的 不要与他们来往 因为好酒贪食的 必至贫穷 好睡觉的 必穿破烂衣服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你当卖真理 就是智慧 训诡 和聪明 也都不可卖 义人的父亲 必大得快乐 人生智慧的儿子 必因他欢喜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你的快乐 我儿 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 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真言二三章 十五到二十六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 第十七节和十八节 真言二三章 十七到十八节 经文说道 你心中不要极度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 真言二三章 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就以最初经文 做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真言二三章 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你心中不要极度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 真言二三章 十七到十八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灵理永不满足 我愿操练在属灵上 永不满足的功课 甚至帮助我们处理 和他旨意的不满足 也就说 神重视我们在灵命上的饥渴 甚至肉体上的饥渴 这种灵里的永不满足 耶稣称之为 灵里的虚心 反在这种属灵的追求上 自觉永远贫乏 永不满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大卫的王国最开始 也是建基于一群不满足的人民 他们厌倦扫罗王 在神面前的狂妄自大 于是那些受窘迫的 欠债的 苦恼的 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而成为大卫王国的开国功臣 施洗约翰的门徒 以及后来耶稣的门徒 也是一群不满足的人 他们厌倦民间的祭祀长 长老跟文士 他们贪婪自私 可牧生的国度早日临到 所以才决心跟随 施洗约翰和耶稣 在教会历史中 处处都有这种不满现状 寻求上进的男女圣徒的教宗 他们不停地寻觅探索 一旦发现 有更美好的属灵境地 就毅然上路 把先前所建立的属灵成果 留在身后 毫不回顾 灵地的不满足 必定属于神 而止于神 我可以很容易 对很多事物不满 例如政治 或其他事件的事 但是 这些不满 往往出于私心 所以对我经常 也没有什么造就 然而 灵地的不满足 则是内发的 是从灵地感到的贫乏不足 于是开始寻索出路 而终于来到神面前 除非 我经历过这种的欠缺跟不足 否则 我只怕 一直还是一个幼稚 肤浅的门徒 当我在耶稣门下 越长进时 我又会感到这种饥渴的迫切 所以我需要事实如此自问 你对现状感到满足吗 假如我的答案是满意 那么 我马上知道 我自己已成为在主门下 更尖尽的阻碍 相反的 当我为自己的不足 哀痛时 我将得到他的帮助 与慰藉 因为当我饥渴沐浴时 他要使我得到饱足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书香远地 节目主持人刘文 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 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 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 默想神的启示 心中就充满感恩 重新得力 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 成为你灵命成长 奔走天路的好伙伴 请按时收听 由孙大中所主持的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 灵力永不满足 这个题目 有这么一句话说 认识神就是被改变 从而得到别无他法 可以得到的生命 离开信心的光景 去到神所指示的地方 舍弃那些悲下肮脏黑暗之地 让神将你提升 领你到更高之处 有一次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 跟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正祷告的时候 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 脸面明亮如日头 衣服洁白放光 马可形容 耶稣的衣服放光 极极洁白 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 摩西 以利亚两人 在荣光里显现 就站在耶稣身旁 跟耶稣说话 彼得雅各约翰 惊讶得目瞪口呆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二人正要跟耶稣分离的时候 彼得对耶稣说 拉比 我们在这里正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伊利亚 马可记载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彼得希望这种荣耀 能够继续延续 他想要搭三座棚 一座为耶稣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伊利亚 希望他们最好能住下来 彼得说 夫子 我们在这里正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伊利亚 就当彼得正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座云彩来遮盖他们 马太说 忽然有一座光明的云彩 遮盖他们 他们进入云彩里 就惧怕 这时候 有声音 从云彩里出来 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拣选 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因为神是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 小于我们 耶稣的话 带着终极 神仙的权柄 我们要听他 神秘记十八章十五节 摩西说 耶和华你们的神 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你们要听从他 摩西为仆人 但耶稣为儿子 保罗说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不要停留在岸边 而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进入主那侧不斗的丰富 我们的生命 会因着认识主 开始转变 有首诗歌叫 《爱的转变》 描述信徒 在神恩典中的改变 如何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歌词说道 我懊悔以往太卑鄙 抵挡主高抬自己 我内心 常向主怀疑 拒绝主恩爱情义 还骄傲地对主说 专爱己 却不爱你 第二节 主慈悲 实在太稀奇 始终不将我丢弃 是我见他流血身体 听他为敌人捣旗 于是我就对主说 虽爱己 但已爱你 第三节 主又领我进入真理 将我于心 剑开起 说我在他慈爱怀里 时刻享受他自己 我谦卑地对主说 少爱己 更多爱你 第四节 主恩爱 广大无可比 这种克服 我自己 我愿全心 向他皈依 随时表彰 他荣美 靠恩 我愿对主说 不爱己 专一爱你 这就是改变 今天我们有没有专一爱主呢 是否认真的对付 习惯偏离神旨意的那个己 是否向自己的疾死 不求疾的喜悦 私欲的满足呢 是否顺从圣灵 保罗说 体贴肉体的 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 乃是生命平安 圣灵不但感动我们 信耶稣 还有继续引导我们 使我们像耶稣 那日全人发展 与真我 最美的表达 哥罗西书三章四节保罗说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谦卑的大敌 就是自我 我的舍弃 就是主的占有 老我若不舍弃 主民就不能显阳 世界 是我们体贴那个败坏的老我的 而谦卑 就是我们丰丰富富的得着主 主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 我们当满心盼望 主自己成就这功 以利沙跟在以利亚身旁 谦卑服侍了十年 她完完全全晓得 神怎样使用 这位伟大的先知 当神的时候到了 耶和华要用旋风 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列王记下二章九节记载 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沙要超越以利亚 他不满足自己 指第二个以利亚 他愿感动以利亚的灵 加倍地感动他 哇 以利亚知道 这不是他能给的 是唯有他所侍奉的神 才能给的 列王记下二章十节记载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 就必得着 不然 必得不着了 那么 以利沙有没有看见以利亚呢 列王记下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沙看见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感谢神 以利沙看见了 当以利亚乘旋风升天以后 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拾起 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回去站在越旦河边 他就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 说 耶和华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打水之后 水也照样左右分开 以利沙就过来了 以利沙求加倍的灵 她的心不能安息 直到她安息在神里面 我们也不宜满足于今天的灵性地位 而要求更高的属灵生活 不要甘于活在低处 因为主来的是叫属他的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们的生命还可以更丰盛 唐崇龙牧师有一个很美的祷告 他说 主啊 你能用我到多大的地步 我顺服你 求你帮助我 给我不满足于现状 我要继续追求 直到被你用尽 主喜欢我们求大事 求只有他才能够成就的事 信心可以使神 为你敞开天上的宝库 尼托生有一位美国朋友 是一间大教会的牧师 牧会很成功 并且正在读哲学博士 虽然他的学业很有进步 牧养的工作也做得很成功 但是他却感到很不满足 他说 他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的生命 却不像基督 他里面有圣灵 但是他却没有享受到 圣灵的同在 或圣灵的能力 他告诉信徒 要爱慕神的话 但自己却不真正爱读经 他劝弟兄姐妹要祷告 自己却不常祷告 告诉会友 要过圣洁的生活 但自己生活却不圣洁 他劝接信徒 不要贪爱世界 可是自己心里 却对世界的事念念不忘 虽然在外表上装作避开他 但是他清楚知道自己 灵性真实的光景 他为此非常忧伤 他的灵力很不满足 知道他放掉外面的虚荣 完全降服在主面前 当主成了他唯一的爱慕 他灵力真正有了属灵的实际 整个人就焕然一心 侍奉就满了圣灵的能力 脚步走错最少的 并不是最好的基督徒 心中向往更高之处 因而能够改正错误 屡次得胜错误的 才是最好的基督徒 一切成就都是跟着 这样的成长来的 一切的好行为 都是因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所接触的果子 面对真实的自己 谦卑寻求主 一个基督徒只要得救 却无心得胜 那他的得救 就是让人存疑的 主说 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什么是饥渴 就是非要不可 没有会感到很痛苦 很失落 不是私欲的不满足 是灵里的不满足 这种不满足 是向上的车轮 我们的全员都在主里面 主给我们的好处 从来没有已经来到上限 也永远不会有他 再也给不出什么的时候 神的儿女永远未曾 够到神所要给的最好的祝福 当主对我们的性情 品格和我们的道德说 上来吧 灯高一点 向高处行 他在我们生命中 有更高的旨意 他救了我们 并且把我们带进人生 下一个阶段 以西节书41章1到7节 经文记载 先知以西节 所看见的异象 他带我到店那里 梁强柱 这面后六轴 那面后六轴 宽窄与会幕相同 门口宽十轴 门两旁 这边五轴 那边五轴 他梁电长 四十轴 宽二十轴 他到那店梁强柱 各后二轴 门口宽六轴 门两旁各宽七轴 他梁内电 长二十轴 宽二十轴 他对我说 这是制胜所 他又梁电墙 后六轴 围着店有旁屋 各宽四轴 旁屋有三层 层底而上 每层排列三十间 旁屋梁木 搁在电墙卡上 免得插入电墙 这围电的旁屋 越高越宽 因旁屋围电 旋底而上 所以越上越宽 从下一层 由中一层 到上一层 先至以细节看见 旁屋围电 旋底而上 越上越宽 就预表 我们在恩典 跟真理上 要越来越宽广 越来越自由 神不要我们感到好 就停止 因为还可以更好 而当你感到更好的时候 也不能停止 因为还没有到最好 我们邻里要永远不满足 我们很想停留在平地 只满足 走在街头 看看街景就好了 但神要我们登上山顶 要我们站在殿顶 那里 有截然不同的景观 有截然不同的视野 宣信博士写一句首诗歌 他提到 前所要的是祝福 今要主自己 前所要的是医治 今要主而已 请我贪求恩赐 今要赐恩者 请我寻求能力 今要全能者 借着这首诗歌 见证自己生命的改变 从前跟如今 保罗书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财成的 丁姐妹 你的今日跟昨日 有没有不一样 神给你时间 就是要你经历改变 你的改变 跟邻里的不满足 向往更高之处 是有绝对关联的 不要活在自满中 而要在追求 得着基督的过程里 看见自己生命的突破 跟成长 主已经在你我心里 动了善功 让我们保持 灵力的感动 知道神满意 我们的追求 我们灵力就必定 能够得享安息 我们再来背诵一次 今天的金句 真言二三章 十七到十八节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 只要终日 见卫耶和华 因为至终 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 也不致断绝 真言二三章 十七到十八节 先我们去祷告 主啊 除去银子的渣子 就有银子出来 银匠能以做器皿 你要我们真实地面对你 并且预备好 用你的大能成全 我们心中 所羡慕的良善 借着今天的信息 你让我们看见 你何等看中 我们灵力的不满足 赦免我们的 无知小心 未能向你大扎张口 以致屡屡措施 经历你给我们充满 主啊 让我不满足 仅仅得救而已 而渴望被你的丰满 所充满 这神圣的不满足 是始于你 也止于你 你为我们成为贫穷 就是要我们 因你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我的神必照 他荣耀的丰富 在你里面 是我们一切 所需用的都充足 若是我们 仅仅略得滋润 求主再降恩语 并且是大慈恩语 愿主带领我们 复兴我们 用你的灵恩 充满我们 是我们荣耀你的圣名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周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是我牧者 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青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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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在同心 你掌平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升 为我摆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